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 那当然我也会根据我给大家的这个看法或者一点意见交易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步法更加的适合 那不多说 我们开始进行教育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种比较常见的上网步法应该准确的说不是三种嘛 是两种比较常见的和一种比较现在比较少见的步法啊 第一种是前交叉的三步上网 这个是我们练习羽毛球最应该练的第一个步法就是三步上网 看我做法 右脚先出右左右然后回来 然后在右左右就是从中间到往前一共三步 这个既称为三步上网 也称为前交叉上网 然后第二种是垫步加跨步 当我们前交叉已经练得很熟练 使用自如之后 我们可以配合加入这第二种训练 就是垫步加跨步 这种是在羽毛球场上使用的最多最频繁的上网步法 然后第三种是后交叉上网 那后交叉上网在高水平的对抗当中可能会多见一些 比如说连续的很远的这种被动球啊 包括重复球啊 还有一个就是正手的后场的被动打球也是会用这种后交叉比较多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其实后交叉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需要你去练的技术 它是一个在实战当中你的水平到达一定程度 你的前交叉和你的垫步加跨步练得很好的情况下之后 为了接到这个更远的球而使用出的一个步伐 他不需要你刻意的去练习 我只是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 那第一种前交叉在什么时候用的比较多呢 就是在后场球打完之后快速移动到前场的情况下 在这种已知你下压 然后对方大概率会放网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在打完之后以一个前交叉向前跑的一个状态去往前记球 在大部分的从后场移动到往前的步伐当中 前交叉这种是用的最多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垫步加跨步 其实垫步加跨步 它就是一个前交叉的升级板 因为有重复球啊 因为羽毛球有急性急转的 用启动之后用垫步加跨步 它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稳定 回复最快 而且移动最及时的 在专业的运动年当中 往前步伐基本上80%吧 都是用的这种垫步加跨步的步伐 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很经常使用的 然后要告诉大家就是后交叉 其实真的是用的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我也不在这里多做示范 因为它这个当你往前步伐熟悉之后的延伸技术 它不需要可以练 大家练就练这个三步上瓦以及这个垫步加跨步 这一期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这两种步伐 然后下一期技术教学 我教大家大概五到六种训练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下一期技术教学 我就会教大家去如何训练 让自己的往前跑得更快 其实今天的教学 其实这三种上瓦方法都可以随便你 怎么爽怎么来 因为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习惯的这个打球方式 你看那么多厉害的世界冠军 万一冠军 打球的动作 其实都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套适合的方法 你只有足够熟练之后 你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 不要还没有熟练 你就觉得这个好 这个不好 不要这样子 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去积累之后 再去找感觉 千万不要一上岸 就找我喜欢这种 不要这样选 一定要有熟练度的积累之后 再去选择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大家一定要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更多的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